好欢迎回来李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请到好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聊过了 我很喜欢这种一年一会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啊 就像说中广每年在耶旦节之前会办一个爱心意脉 那我们在年底之前呢都会请一些好朋友 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年他个人的一些变化 还有职场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今天要邀请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天下杂志出版标杆书系的总编辑 卢志芳 志芳好 韵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话 大家可以从title上面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了 对不对 对这是我的第二人生这样子 我都快混到第三人生了 你还在混第二人生 说的也是 赶快进阶到下一个阶段 不过你比我年轻啊 没有也没有几岁 那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所以这算是你今年很大的一个改变吗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顺着人生不同的阶段 毕竟确实其实是一个年轻族群为主的媒体 那我的年纪也随着时间越推越大 距离我的目标读者开始有了距离 对所以我其实我在几年前就规划自己 应该第三第二人生应该是朝向书的这个市场迈进 那不是你的最爱 对对那比较也比较接近我后面的人生状态 可是我发现就是说 之前你也跟我们聊过了 就是说你怎么样跟年轻人相处 对然后不管打扮穿着谈话的内容 去跟他们相处去做了一些改变 会后悔吗 不会不会 我觉得跟学会跟Y世代或是Z世代相处 是我们这个Generation必备的一个学分 因为接下来他们进入职场慢慢都要成为中间的那个分子 如果不能够学会跟未来的世代相处 其实你就很难掌握未来的管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新的功课 不能期待年轻人进入职场以后你就去教化他 寻化他 那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是不是也很难寻化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提 我看运分的节目里面提到元宇宙 你就知道对这些新世代来讲 他们这个出生成长的历程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接下来要面对世界的变化 也跟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说寻化教化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够去拥抱他们 然后去了解他们 然后去学会跟他们共事跟沟通 对因为有一天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我跟志芳喝下午茶 然后我就跟志芳讲说 我跟一个年轻的编辑讲了一些话 然后他就说谢谢运分姐的教训 然后我还回说 没有啦 如果你觉得我是提点你的话 我会觉得很开心 那后来当然我就退出君主了 运分你应该要多给他一点跟你沟通的机会 他就谢谢我的教训 我哪有教训他 不过我觉得对权威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比较无感 所以他可能真的觉得就是说 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指导这件事情 如果你带着一点权威的口吻的话 他们就很难接受 我就想说我是前辈 我寻寻善诱 对我好好跟你讲话 你要真的等到林中妈发飙就不是这样 不过我们刚刚讲年轻人 当然是要好好的跟他相处 所以其实这几年当中 志芳都教我们要好好的睡觉 好好吃饭 好好的走路 好好的运动 然后那个就是好好的什么 我忘了 还有好好的好好哭好好笑 有有有对 对对对对 那我今年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希望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相见 因为我觉得今年跟去年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会觉得相见很困难 对对不对 特别就是今年可能很多的企业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在家工作 对对 平常你那个每天都见面的同事啊 这个朋友啊 几乎有长达半年的时间 是只能在线上 透过那个视讯软体联络 对对 那人跟人之间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就会发现 还是需要一点那个互动跟温度 就完全它不是可以靠科技 弥补跟取代的 对所以我希望疫情能够趋缓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相见 对好好相见 我真的觉得前前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 我去我一个邻居家 然后当然我们不是很好的邻居啦 很好的邻居 非常好的邻居 然后一到他们家门口 他就拿出了那个酒精 我身上跟我的手 我的手都还没有伸出来 我就觉得感觉很不舒服 对 我就说以后我再不要去他家 但是他这个其实是防疫的必要措施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 对 但好好相见 其实讲到这个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职场上面最大的变化 我想那个接下来 这个职场上面的变化 不会因为疫情趋缓而消失 这个变化是永久的 就是这个混合工作的形式 像今年大家都体会到一段 在家工作的时期 可是这个在家工作结束了以后 我们其实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会觉得说 我不一定非要回公司上班不可 所以在国外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在家工作跟上班工作 一个弹性组合的模式 对 比如说每周三天在家工作 然后有两天去公司工作 就是说以这种混合工作的模式来进行这个 他的这个生涯规划 那其实这个对管理带来很大的改变 对 以前我说比方说我们要提说 我们在家工作哪个老板会相信啊 你当老板那么多年的人 对不对 谁会相信说你会在家会认真工作 好好工作 可是当这个变成一个年轻人 普遍的选项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如果你完全排除这个选项的话 你可能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够 所以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也慢慢要把这个选项 纳进他的这个科目里面 就是说他要开始考虑 弹性工作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年轻员工的 吸引他的选项 我知道其实越来越多企业 在考虑这件事情 甚至我们以前都很习惯 一个座位一个坑 对不对 对待会讨论 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天下杂志 出版标杆书系的总编辑 如志方来好好的聊一聊 你刚才讲过 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讲的话 可能弹性工作 会是他们认为他们喜欢 而且他们现在适应的一个方式 对 哇这个劳资双方可能要想清楚啊 是 那其实在美国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可能亚洲国家我们还稍微晚一点 像今年下半年 美国就兴起这个大离职潮 大家都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 大离职潮其实很多人就是 并不是说他不想要工作 而是他不想要回公司工作 因为这个残性工作 这个上半年在家工作的模式 很多人发现我不一定非要在公司才能工作 如果我可以在家工作的话 那我就不用上班 所以这个大离职潮有很大一个原因 是来自于年轻世代 就是说他们开始觉得 去公司上班不是唯一的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对管理者来讲 有好有坏 好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你未来运用的人才 也不一定是你公司的员工不可 等于你在外面可能可以有很多弹性的人力运用 这些freelancer 那他也可以成为你在人力上面运用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以前在外商才有这个行动办公室 可是我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企业都在考虑 如果不是全部的员工都要来 同一天在这里上班的话 也许我不用设那么多的办公座位 我的空间可以做更有效的运用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都说不敢去度假 不敢去玩 因为怕回来桌子椅子都不见了 现在可能就是你那天去上班 你就找一个你要的椅子跟桌子 然后你不一定有固定的座位 那公司可能会给你一个柜子 那从公司的角度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它的空间运用就更有效率 可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会觉得更自由 这个是我们看到疫情之后 带来一个工作形态很大的改变 真的工作形态的改变 线上的改变 数位转型的改变 我觉得这些已经成为是显学了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未来商务旅行的频率 也会跟着减少 像过去很多这个商务场合都觉得说 你一定要人到现场才能够举办 那今年因为大家被迫使用这个视讯软体 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会议就发现 好像效果也不差 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商务会议的这个出国旅行 出差的这个频次 即便是这个国境打开了 可能也还是会减少 这个也是对大家未来工作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你出差的这件事情 可能那个频率会比以前低 可是你线上开会 线上沟通这件事情的频率 会比以前高很多 像我认识一个大 sales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喜欢当 sales 他说我太爽了 他说我就可以出国 然后呢出国把正式办完以后呢 我就请我个人的休假 然后我再玩个两个礼拜再回来 对 我看现在也别想了 现在这种机会可能少很多 对少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 它看起来是一个这个短暂的大的事件 可是它其实对工作跟职场 它带来的是一种长久的效应 长久的效应 然后大家会要更需要适应这个线上线下 整合的一个新的职场生态 那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上班族 当然每个人都会挑一个那个年度字 就年度字 其实最近还是蛮盛行的 各行各业都会推出那个字 不过我看到上班族推出那个字 我倒觉得蛮有感的 哪一个字 闷 这闷坏了 闷坏了 对 第一个当然就不管是商务的旅游 或者是私人的旅游都不行了 第二个就是说当然砍班的 减薪的 供体时间的 其实薪水的收入是少的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的通膨来了 物价变贵了 加油变贵了 对 那这些都会造成他们的压力 是真的很闷耶 真的很闷 但是你从一个好的状态来看 其实 compare了其他国家 台湾在疫情当下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当然啦 那我觉得从 我们试着从好的角度去看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服务业 或者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在做工作的转型 比如说很多大饭店 我知道 房间来客数变少 因为没有人住 所以可能很多原来的客房服务人员 他们就要学着去成为这个 这个餐饮的 餐饮端的 可能把客房改成包厢 让这个客房能够有效的运用 那或者是说像有些饭店 就会在饭店里面 引进很多的这个室内的旅游的这个项目 就像把这个饭店邮轮化 那这个也是刺激 就是说服务业的工作人员 就是说改变工作形态跟内容的一种转变 所以我觉得闷当然是闷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刺激 然后新的成长的话 也许就比较不会那么闷了 那你有闷过吗 有啊 我们今年上半年 就是说疫情 疫情 疫情正严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杂志业嘛 那个时候其实书店 因为都没有人能够去买书 那像通路甚至有一段时间 是不对杂志下单的 因为觉得这个书店 几乎没有人去书店啊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跟大家呼吁啊 我就说如果你希望台湾还有书店的话 那麻烦你一定要到书店逛一逛 买一本书回家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书这件事情在网路上绝对可以做到 你不会买错 你衣服可能size会买错 鞋子会size买错 你什么东西可能会买到假 你书这本书就是这本书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都说 它实体的很容易消失 对 它撑不住它就消失了 对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 今年各大书店都有一些据点缩减的新闻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会影响我们上游产业 因为我们做杂志做书 就是书店的上游嘛 这个也会影响 那另外像你刚刚提到的明年这个通膨 原物料都要上涨 像纸浆的价格也要上涨 其实这些对出版产业都是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就说抱怨也不能解决问题 就算大家很闷 可是我们还是要闯出一条路来 就把那颗心改成马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有给自己这个今年度一个字吗 我自己有给我自己今年度一个字吗 我今年度因为我换了新工作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字就是try 就是说我觉得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 要能够把过去的东西放下来 重新以一个新的心态来学习 尝试 是一种负担 但是它也是一种快乐 就是说有机会再重新remind一次 自己的所学 然后跟工作的内容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字就是奴隶的尝试 对啊尝试真的蛮不错 不过书对你来讲并不陌生啊 书对我来讲并不陌生 对韵芬来讲也不陌生啊 对啦 可是我是说出版这个行业 对我来讲就陌生 对你来讲就不会了 我觉得今年 如果你是try的话 我觉得今年我还蛮充的 因为我觉得疫情之下 Nothing to lose 没错 就why not 为什么不去做一做呢 所以我其实做了蛮多的一个尝试 是今年孕芬也出了书嘛 然后也做了线上课 那真的好难哦 所以这个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阿拉伦 Radio 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现在有新的职务 是天下杂志出版 标杆书系的总编辑 卢志芳了 刚我们也跟大家聊 就是说你希望 这个今年是try 就开始去try任何的事情 我会觉得就冲冲冲 然后做一些 我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我们两个个性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虽然你比我小很多 你比较稳 然后我会觉得 我想做就去做 不过我就会有受到 你一些的鼓励 我觉得孕芬今年的尝试很有趣 像这个线上学习 它就是因应年轻世代的 一种新的沟通平台 对那你要学会 对镜头讲话 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讲出一个重点 来配合他们的学习模式 我觉得这个也是 孕芬很大的突破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 只有你了解我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人都会叫我 出投资理财的书 或者是有声书 只有那个职方跟我说 你可以啊 你不行 还有谁可以 我这就好激励人心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内部的同仁跟主管 都把你的课 拿来做这个 内部的教育训练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很多主管 都要学习对外沟通 大家都不是天生 就会说话的 而且很多主管都是 你之所以成为主管 一开始也是从专业身上来 这个对外沟通 跟说话这件事情 不在他原来的训练里面 所以我说透过你的课 大家也收获很多 感恩感恩 那那个同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比方说像你 也是从员工到主管 对不对 到高阶主管了 所以我觉得你更能够理解 就是同理 那个你的同仁跟属下 对 因为这个一方面 也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在媒体工作 工作的内涵就是沟通 所以对于沟通这件事情 是比起其他的产业 更有这个感觉 那你说展望新的一年 当然职场上面会有一些变化 可是我看起来 就是说在加薪这件事情 在薪资成长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很多的企业界 还是要教大家 就是共体时间 你刚才也讲纸浆 什么什么都在涨了 我记得那个 有看到那个一句话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大在时代里面 有讲一句话 他说每个月的薪水 不一定会到 但账单一定会准时到 这是上班族最关心的啊 是 不过因为理财是运分的专项嘛 我们今年其实也看到 另外一个现象是很有趣的 就是年轻人理财的比例 比起前几年都高 那当然这里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今年股市上涨 还有就是说一些新的投资工具 其实也跟年轻人比较有关 比如说像虚拟货币 对不对 或者是说这个 在数位世界里面的 一些新的交易模式 所以今年我们其实在 自己的做了调查里面也看到 就是说年轻人 学习投资理财的这个比例 比前几年增加了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我又没有赚多少钱 我投什么资理什么财 可是现在的话就是说 正是因为那个薪水不涨 所以你更要努力去 养出自己的被动收入吗 我都很想问你一句 你有投资吗 我很懒 我是懒人投资法 所以还是有投资吗 还是有投资 就是懒人投资法 这个共同基金之类的 挺好的 就不用伤脑筋 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太多时间 去看盘 我觉得以你的个性 你更希望花时间去看数 对 不过我觉得 这可能观念 说不定接下来也要改变 怎么说 因为如果薪资成长幅度有限的话 那真的大家就要多提早学习 投资理财的各种工具 来对抗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又来了 对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你要学会投资 第二个 我觉得台湾现在创业动能 其实越来越低 这可能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我觉得以前还有很多人的创业 可是你说这几年 大家创业 倒还是以吃的为主 小吃为主 那到底你要创什么样的业 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出走 我觉得那个在心理素质上面 还有在职场上面的 一个培养也很重要 这个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一点 因为台湾人的创业精神 本来是很可贵的一个资产 对 当然在这几年 就是看到它好像有点下滑的模式 那这个我觉得 也跟大家在创业这个领域 看到的成功模式比较少 有关 可能大家现在看到 都是十年前的创业 或更久以前的创业成功模式 对于新的创业成功模式 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轮廓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还是集中在餐饮服务业 开个店 这样的这个小本创业 可是能够有规模化 或者是成长力道 比较强的这种创业模式 现在就看得比较少 我觉得在创业上 这是台湾需要的一个动能 那在职场上面的变化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不过我们大家谈到 跟自己的一个期许 跟自己的一个期许 如果在今年 你已经开始在try了 那新的一年呢 继续try 继续try try my best try my best 对对 这就是我们过度努力的人 try了之后还要 这个try my best 对 try my best 我相信明年一年 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 我啦 我自己应该会有更多的 学习跟机会 因为书的变化现在也很多 比如说这个有声书 电子书 还有就是说 透过书来带动的各种 那个知识的IP经营 这个也是出版业现在 在学习跟应用的一种模式 所以未来做书的 可能他也不见得只纯做书 他可能也会经营很多 跟书有关的周边的 这个有关的活动 或者是把书作为更多的变形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声书 或是电子书 来创造更多的收入 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明年 我应该会有蛮多新的课题 会在我的工作中出现 志芳你我觉得你也蛮适合 去做那个 你也可以做你个人的 那个YouTube 我适合吗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YouTube现在很竞争激烈 我觉得不是要做那种 网红型 可不可以做那种知识型啊 知识型的网红 那我说不定也来试试看 对 为什么呢 对啊 如果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形 我觉得应该透过各种的管道 可以跟大家做 那个分享 是 我也希望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现在的工作者 我们以前会讲这个斜杠 多工 那我觉得大家对斜杠跟多工的理解 好像是你同时间做很多事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工作者呢 他可能不见得是同时间要做多事 可是他真的要同时间学习很多事 那才有可能因应这个工作的变化 因为工作的变化实在太快了 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新的产业起落 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觉得 那个瞬息万变 所以我觉得对工作者来讲 学习很多事情 在同一个时间 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能力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因为在我开说话课之后 有很多 其实他们都有点年纪了 可他愿意学习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他们 他们都跟我说 老师我不好意思 我说不不不 我要跟你一样 我要持续的学习 我也去上别人的课啊 我也一样去当学生啊 但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啊 我觉得以后的一个是一个 不断学习成长的一个连结 没错 多学习也可以让我们觉得 没那么闷啊 对啦 但薪水很少 这的确是很闷的一件事情啦 就希望经济能够好转 然后大家会投资理财 是 对 本业上面 本业上面 不过有机会 我正要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 因为大家都以为说 斜杠斜杠就是我去打工打工 其实并非不是这样 打工不算是斜杠 对 斜杠其实还是要求 在专业上面要有一定的深入 对 所以有一个专家就讲过 他说你先单杠 单杠会了以后你再斜杠 没错 没错 好 今年那个志方教我们 要好好相见 然后他给自己呢 就是要try 然后从去年 然后try到明年 要从今年try到明年 是明年的这个时候 再来跟大家报告 对 try的如何 对对对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听你的话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好好运动 今年要好好相见 好好相见 这很重要 我们也期待亦散花开了 真的就是能够好好相见 非常谢谢我们天下杂志出版标杆书系的总编辑 卢志方 我现在练得好顺 谢谢志方 谢谢运芬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天下杂志出版标杂志出nya